中文字幕 李宗盛 組裝起來十七 組裝大概發掉多少時間 組裝大約 不管噴殼的話 大約是三小時左右 這麼快喔 我通常裝一台要一天耶 一天 差不多多了一點 那你拿到這台車 你覺得它最大的特點 在哪裡跟我們介紹一下 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齒輪箱的快踩部分 快踩喔 對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因為它齒輪箱 我們一般在跑車在保養的時候 或是換插數油的時候 拆齒輪箱 一般的車種的 的拆卸比較繁雜 那這部車它的優點就是 只要拆下四顆螺絲 還有黃金桿兩個螺絲鬆開 就可以順利的這樣插入拆卸 上面這兩個螺絲 然後地盤 地盤這邊也有兩個螺絲 所以固定我們圓箱上蓋的部分 嗯 那接下來我就想 下面兩個螺絲也鬆開 這部模具 花下去應該不少了 應該是不少了 但是為了玩家的便利性 對 方便維護跟方便更換插數油 這台車算是Tim C的TG代四驅車 它之前的四驅車有分 TC04跟TG Phone 拿走 那這 完全不同的關係嗎 對 所有模具都是C模具 通開過 就這樣 只要四顆螺絲跟黃金桿兩顆 兩個螺絲鬆開之後 就可以順利的這樣插入拆卸下 對 直接可以拿出來 所以這個拆卸工作其實少了很多 對 非常非常的方便 方便維護跟方便更換它的差數油 它的培鈴也是直接拉出來嗎 是 直接拉出來 那這樣等於說 如果說培鈴壞掉的時候 其實它在維修上是快很多 對 那目前我使用的是改裝品 鋼石 我喜歡鋼石 它這樣子有什麼特性嗎 是螺旋嗎 第一個它的效率比較好 這螺旋的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壽命會比較長 因為走船車 對走船車來說 它的池圍消耗是比較大的 對 所以一般我玩四巨車 走到走船車往往會有 少死或斷死的狀況 好 這裡一定是抹的那個 二流化鋪 二流化鋪 對 它是會比較正常 比較正常 對 那聲音也比較小聲 以往我們拆卸都是從上面 整個拆下來 對對 要拆的部分非常的繁雜 它這台的配置有沒有就是 比如說雙電單電這樣配 還是全部都是雙電池 欸 全部都是單短電 太短電了 欸這個位置讓我想到 它之前二驅車好像也是這樣 對 之前那部TM2 所以它 也就是說它其實後面的配置都一樣 是 都一樣 就是TM2延伸出來的四驅車 所以它很多零件是共用的嗎 後面 驅動部分都共用 共用 包含查處槍 都共用整個 現在TM2 V2版本就是 後面的部分 驅動系統 底盤也一樣嗎 底盤不一樣 前面是二驅的部分 二驅的樣子 意思是說如果要把 二驅改四驅換底盤 跟前面的 可沒辦法改 對 只說它零件可以共用 共性非常高 OK 伺服機在這裡 我現在使用 ASPER的伺服機 ROBOBi的伺服機 然後NOVATEC的馬達 6.5T的馬達 那伺服機 這個伺服機的話 公斤出這些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這個ROBOBi的 它是10.5公斤 10.5公斤 你轉速呢 那個速度 轉速我可能要看一下參數 金號好 共獎 PI3401 3401 OK 然後馬達 NOVATEC 6.5T的無雙馬達 然後 OCA的電變 VX電變 然後 10SHOCK的 4500mAh的電池 JAMS輪胎 JAMS的那一層 白色海綿那一層 那目前 這部車子 我們大家 我們所看到的 只有這個 轉向拉桿 這個是改裝品 其他全部都原廠的 原廠是塑膠的 原廠是塑膠的 對 那這個部分我改成金屬的 改金屬 其他就是原廠 都原廠車 嗯 那中沙座也是 直接做金屬的 是 我印象說它好像是 配什麼 伺服機的固定座 它之前是有出一個金屬版的 伺服機的固定座 有 有 所以那個也算是改裝品 應該是 有沒有撐過這台 整體的重量 有 我這部車的 目前的配置 全配重量 和殼是1771 1771 那整體配重它的前後比 因為 你這樣看好像感覺它 後面的配重比較明顯 好好 我給示範給大家看 它的重心大概在這裡 所以我們是被視覺給騙了 是 因為原本這樣看 你會想說後面會多很多 對 在中間怎麼樣 對 這台車你自己在形式上的話 你覺得它有什麼特性 它非常靈活 就你自己的設計調教 因為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那個 避震器 活塞孔是 前面是 1.6兩孔 後面是1.7兩孔 油是關係 前面是 30 AE的差數 AE的避震油是 35 後面是30 那是真的 錄器我前後都1萬 前後都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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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撐 我去網路 這樣不是很噴耶 很噴啊 對啊 因為我在網路上抓一些 廠車手的設定 對 像那個 Durango Newman 它任何車場 任何場地都是 1萬1萬 我之前 我之前那部視覺是 1萬7千 空能比較少一些 空能比較少一些 那1萬7千是那個 剛出爐的世界冠軍 對 史蒂芬佩德森 他是1萬7千 1萬7千 但其他的數據大部分 就是1萬1萬 1萬1萬 對 就是扭線 喔扭線 對 那中叉 如果要改閃插的話 就是OB鍵 對 OB鍵 那這邊有預留孔 對 就是 會整個中間 會往前移 那狗骨是要跟著改 狗骨 換閃插之後 這個座 要往前移 所以 改的部分 會有 這個 上蓋 所以後段不改 後面都沒有變 對 上蓋 二樓板 然後傳動軸 1 2 3 這三個部分 對 以往我們在調整 車子的測請量的時候 我們都是要從 電器裡面 來點電片 來改變它的測請量 那現在這部 Tim C的這部 新的TM4 它有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 一個設計就是 它可以從這裡 好 像這個八分之一 月車或是房車或是十分之一房車 都有的功能 可以直接轉 對 好 就是大家出身DUNSTOP 第一 就是這一次 好 比如說我們在 呃 S1比較多的賽道上 那我可能希望它的反應 多一些 反應快一些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DUNSTOP 好 我們可以減少它的行程 下擺量 好 從正面看的時候 我會發現 下擺量 我現在 這邊會比較少 這邊會比較多 原來是這個 這個樣子 那現在我把它 減少它的下擺量 那減少它的下擺量 它的測請量就會減少 那相對它S1的反應就會比較快 但是它的路面適應性會比較差 好 但是這個 這個是非常方便 調整的一個 一個功能 是 特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